国庆节假期,有一名示威的中学生被警察枪伤,是哪一天发生的?6月1日、9月30日、10月1日。 在谩骂、止斥、谴责、训事四个词语中选择一个,搭配到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句子中。 以上两个问题曾分别出现在香港小学二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考卷中。 事实上,像这样煽动仇警、抹黑政府、抹黑国家的实题,近年来频频在香港学生的课本和试卷中出现。 对此,香港新民党主席、香港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很痛心。 我觉得很痛心,在学校散播仇恨、散播偏见,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不是要求你要一面倒的歌颂祖国,但是你也不可以只提供一种的信息给学生。 所以我们教育在课程、教材、考评、校本管理,还有老师的态度都出了严重的问题。 叶刘淑仪成长于港英时期,于英国教会学校就读的她,从小保读中国典籍,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 于她而言,中国历史和文化应该是每一位香港学生的必修课程。 我是念英国人教会,升工会的学校,校长是英国人,但是教我们中史中文的老师都是内地来的,他们都是很爱国的。 比方当时我们的课程,高考的课程,是用香港大学的中国文学。 所以我从小就是古诗十九首,前文言,上书,庄子,孟子,到现代的兵兴,胡诗,鲁顺都念过一遍,这是应该的。 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是大多数国家学生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可目前,香港的教育制度中,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并非必修课,所以在学生学习中会忽略相关科目的学习。 在每年的香港高考中,选择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典籍的考生不到百分之十。 在美国爱国的教育是看得非常重的。 比方美国的学生到了入大学已经念美国历史起码三遍,而且他们对于美国的宪法都有一定的认识的。 7月初,香港立法会交易事务委员会曾就幼儿园及中小学教科书问题召开会议。 但反对派议员不断刻意阻挠会议进行,甚至往正在主持会议的叶刘淑仪身上泼水。 对此,叶刘淑仪感叹,香港的教育改革之路还任重道远。 她希望未来香港教育能在课程、教材、考评、校本管理、价值观培养等多方面努力,让香港青年充实国情教育。 对此,叶刘淑仪感叹,香港的教育。 对此,叶刘淑仪感叹,香港的教育。 对此,叶刘淑仪感叹,香港的教育。